在2019年播出的韩剧《阿斯达年代记》 集结章东剑 宋宗基 金智元等人 一起上演上古时代的奇幻大戏 除了豪华卡斯阵容剧组当年 更是豪指150亿韩币架设片场引爆话题 不过播出时 却硬强碰宋宗基离婚风波 让收视产生4.8%黯然退场 而剧中了三年就有最新消息指出 《阿斯达年代记》确定要回来了 据韩媒Sport朝鲜报道 《阿斯达年代记》将以第二季重回小萤幕 编剧由金融胜 胡商渊继续担任 但导演会换成预写围城88天的导演金光直指导 目标是今年要开拍正开始投入准备 至于选角的部分 宋宗基 张东剑 金智元会不会回规则尚未确定 有媒体就向宋宗基的公司求证 但对方仅回跟选角相关的事情都还没有确定 无可奉告 希望之后会有好消息咯